卓之县杭旗潭冲 我叫李淼来自陕西安康石川县殿平村 我叫黄鼠博来自荷兰光山念港村 我叫曹墨仙来自富兰湘西永世县坎木村 我叫苏川喜来自北京市平武区江米洞村 大家好我叫黄丽来自中国三农发布 我们是来参加 草兴卫村华丽园培训 参加这次培训的学员啊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村庄社区 他们呀都是卫村的管理员 这次活动呢是由腾讯公司SSV 卫村发展实验室组织 来自全国各地的管理员们 将在北京共同探讨 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 推动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实现乡村振兴 通过这个活动的话 让我学习到 就是如何去对一个品牌 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我们当地呢就盛产米洞泡泡泡干 但是现在大家都处于 单打独斗的环节 我们村呢是生产 是种植卤损的 价格很低 能不能比如设计一些logo呀 去推广呀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身家功能 帮助我们村的牛首老人 及牛首妇女 推广他们的手工艺产品 会加强项目的内容方面的 推广和运营 这样的话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希望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进来 助力乡村振兴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